欢迎来到老吴说 我是老吴 在推背图当中围绕着安史之乱 给出的预言比较密集 可见安史之乱对大唐的国运的影响 真的是巨大的 在安史之乱之前 唐朝还是个强大的中央帝国 周围的国家都臣服在中国的脚下 唐朝绝对是世界的核心 科技文化都是领先于世界的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 中国的强大 那绝对是令人颤抖的 但一个安史之乱 把所有的一切都破坏掉了 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的转折点 也是世界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国 是一个国内强大 经济繁荣的国家 人口5000多万 人们丰衣足十 安史之乱之后 人口率减到1700万 你看看 三分之二的人口在战争中死去 白骨鹿鱼也千里无机宁 大唐本来有一个统一稳固的中央政府 可经过了安史之乱 大权旁落 翻阵格局成了令大唐头疼的问题 推背图第八项的预言 就是这样产生了 第八项的卦象呢 是新卫 昆夏 雷上 为静卦 静 静也 日出 万物静 也就是说万物随着太阳一起前进生长的意思 太阳出来了 植物开始向上生长 越来越高 如果将太阳比作君王 那就是说受到君王的恩责而有所作为 那么作为臣子有所作为 当然就是加官进爵 所以呢 静也就有了升官的含义 推背图的这一项当中 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磊胜 磊胜的胜字 恰恰和这一卦象相符 他的运势呢 也正如这个静卦所说 事业官运是蒸蒸日上 也就是所谓的家官进爵 那么这一项里到底有没有他的位置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约 禅枪血中土 禅枪呢是古人对惠星的一个称呼 古人认为禅枪星是灾星 出现了禅枪星就意味着有冰灾战乱 禅枪血中土 禅枪星出来了 冰灾又要导致血染中原大地 下一句 破贼还为贼 将反贼打败了 而自己呢又成了反贼 结合上一句 意思是中原大地又出现了反贼 而带领着大军打败了反贼的人 反过来自己也起兵造反了 这就有点这个无奸道的意思了 提到这件事呢 就不得不说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德宗皇帝 德宗李氏呢 是宿宗的长孙 他14岁的时候呢 爆发了安史之乱 跟着唐宣宗呢 是一路逃亡 饱藏了战火和家国之痛 所以他当了皇帝 对大唐的这个藩镇局面呢 真的是深恶痛绝 就想采取呢 一个改革的方法 好好地治理一下 那么在建宗二年的时候 机会来了 这一年呢 河北城国镇的杰度使 李宝臣病死了 按照以前的惯例 杰度使死了 那么这个职位呢 就由他的这个子孙来接手 所以呢 他的儿子李维越呢 就上表唐德宗 说你看我父亲死了 成德杰度使的这个官职 该我继承了 德宗呢 正在这为这个改革发愁呢 所以大笔一挥 不行 李维越一看呢 有点懵 就琢磨着 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面子不够啊 是不是得找一个有面子的 跟皇帝说一说 于是呢 他就找到了这个 魏伯杰度使田岳 田岳一听啊 这多大点声 想都没想的 就给皇帝上书 宝剑李维越 德宗呢 当然还是不给面子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哪能随便这个放弃 就这样呢 连续几次以后呢 这个魏伯杰度使 田岳也火了 他俩呢 就联合了 思青杰度使 李正吉 山东杰度使 这个梁从义 一起反了 这个呢 就是历史上的四镇之乱 也叫建中之乱 四镇反了以后呢 又有其他的节度使 加入其中 声势呢 是越来越大 德宗呢 赶紧派出了 塑方节度使 李怀光前去评判 李怀光呢 是个有勇无谋的人物 和叛军几次交手 都被打败 后来呢 发生了京师兵变 德宗在奉天 被叛军围困 李怀光呢 赶紧带着兵区解围 在李怀光和神策 河北行营节度使 李胜的这个辅助下 德宗呢 才幸免于难 为了大功的这个李怀光 本来还想着能得到皇帝的这个赏赐 谁知道呢 德宗听信了素来和李怀光有仇的这个宰相 叫卢企的残言 连李怀光的面都不见 弄得李怀光也火了 就和叛贼诸此联合 转过身去攻打德宗 这个就是称语当中破贼还为贼的意思 接着看下一句 夺夺李花飞 缔约千大吉 四镇叛乱的第二年 形势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四镇 成了鲁龙节度使朱涛 成德节度使王军武 资清节度使雷勒魏伯将军填月 那么这新的四镇首领就又联合起来 并尊朱涛为这个盟主 共同起兵对抗朝廷 与此同时呢 环西节度使雷西列 也在南方自称这个天下多元帅 不久之后呢 又称为楚帝 与四镇相互勾结反叛 叛乱的战火呢 一路烧到了河南洛阳 建中四年 德宗从京元调遣兵将 准备前往这个淮西前线平叛 在大队人马途径长安的时候 朝廷该给的靠牢 是毛都没有 那么给士兵吃的呢 也是糙米和烂菜 士兵哪能干呢 于是也反了 这就是京师之变 德宗害怕了 就赶紧就逃了 那么京元的这些士兵进入 攻入长安以后呢 因为没有人领导 就这个英丽当时被软禁在长安的幽州鲁龙节度使 诸此为首领 诸此当然也不客气 自称这个大秦皇帝 把留在长安的君王 王子王孙 这些个累姓宗亲 77人 全部诛杀 那么这个呢 就真的是硬朗 夺夺李花飞 这句称语 而帝约千大吉 当然是一句调侃 把德宗害怕逃到奉天 戏称为皇帝说了 迁移才是大吉 不过事实也是 幸亏皇帝跑了 才幸免于难 接着看宋语 天子蒙臣马首东 马首东呢 出自成语 马首玉东 本意是指这个东归 这里是指避开战场的意思 很多人呢 把马首东解释为向东逃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都记得 这个平调岳飞的古诗呢 有一句叫十二金牌马首东 那么这里的马首东 你就不能解释成向东 因为当时呢 是岳飞南下 从战场上撤回 所以天子蒙臣马首东的指呢 就是德宗逃出这个长安 避开战乱 居然三节聚观中 这一句很关键 我认为这一句呢 恰恰的证明 推背图不是后人编撰的 为什么呢 金圣叹在解读的时候说 这三节指的是这个 李希列 朱祠和李怀光 问题呢 就出在李希列的身上 李希列是淮西节度史 那么他的质地呢 是在今天的河南 赌南县 他反叛以后占领了汴州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开封 在汴州成帝 自始至终啊 都没有占据观中之地 而且建中之乱 牵连的这个藩阵呢 太多了 在观中出场的这个主角 好几个 可不止三个 如果说推背图是后人编撰的 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错误 所以我说 这一句 恰恰能证明推背图的真实性 而根据宋宇的后面几句 这里所说的 观中有三位豪杰盘居 所指的三杰 是指诸祠 雷生和李怀光 怎么证明呢 往下看 孤君一注 按设计 内外能收 守必功 建中之万宗 德宗身边的大将 可以任用和依靠的 一个个的都做了叛贼 唯一留下来的 只剩下一个雷生 而雷生呢 以孤君收复长安 在伏贵受集的情况下 以少生多 匡复了大唐的射击 雷生呢 对内严明治君 执政有法 对外能功善战 典型的骨功之臣 后人呢 甚至称雷生为 仁与曹孟德 涌过霍将军 将雷生呢 和曹操霍去病 相提并论 你可见雷生呢 是当之无愧的 忠心名将 历史上 德宗这个重返长安以后呢 将雷生官生司徒 并将他的画像 放在这个零延阁 彰显他再照皇朝的这个功绩 所以说 推背图这一项当中的主体 指的就是雷生 而推背图呢 这一项给出的图画 我们看一下 里有三位人物 那么这三位人物 指的就是诸子 雷生 和这个李怀光 那么这是根据 关宗三杰 这个条件 得出的结论 诸子呢 是在长安 自立为这个大秦皇帝 典型的关宗之地 没有疑问 李怀光呢 为塑方军 这个都玉侯 任兵 宁 庆 三州这个独将 也属关宗之地 李圣是金元 四镇 北庭 都知兵马史 后背风呢 神策行营 节度史 更是关宗大将 那么至此 推背图第八项 所涉及的这个人物和世界 就完完整整的显露出来了 好的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那么别忘了锁定 老吴说 记得订阅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